崔熙突然上脾气了 直接来一波 有一滴血锁住 这最后一滴血的peak感觉有点脏了 这毕竟还是要比天鹿要来的慢了一点 天鹿这里 看对枪吧 对枪说明能产生一些这种逆转 打一个 打两个 你别说还真逆转了 小棠的这波冲锋 给很有撞击力 这个二层楼被打倒了之后 天鹿没办法进来了 是 暂时二坏二 还有两个有声力量三大被捕 你看这个二层楼的威胁 可以直接让围墙人站不住 小羊直接跑进来 现在不敢去二楼 二楼容易吃雷 那七七现在 也是各种朝这种高点在扔雷 对 扶起来一个 天鹿 小羊赶紧分出神来 去扶一下队友 嗯 扶起大圈 直接把自己从南部塞进来 这里有双鞠 黑猪击倒了马可巴卡 马可巴卡倒在防区 有点多的数量 天滴滴也没有打药的时间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而且这边队友是刚才开车过来 盖了一下阿童木的脚步 嗯 非常顺利的拿到天滴滴这个人头 哇 这两个队伍的想法 打草金蛇 看到了看到了 他刚刚我估计就是看到高兴了 真的 跟队友商量的这波急火 嗯 队友打了所有的伤害 他补了一枪人头是他的 开心 嗯 海边刚刚也没有什么太多掩体 而且海边好像还有队友呢 我感觉这个蹦蹦后座 哎 还是打下来 主要是连海边都放了有人 2-10这个挂位的话 就是 直播的板块会大一点点 对 它可以往里拉很深的距离了 就现在看来就可以直接拉到 低梯底坡的那个位置 嗯 啊 这个圈横 能不能安全度过 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堂弟弟 好 堂弟弟救不了了 十七继续往前进 来到了TMA的掌控范围 这个二层楼 哇 准 七七哦 倒地 旁边全是修他的人头 被捕了两下 其实是二岛的 嗯 啊 这个二岛流血太快了 是 海洛撞防 啊 这撞的位置好耿直啊 先打一个小左 啊 撞的这么耿直 应该是不知道里面来人 DDT应该是刚才被 Kaiji赶到这里来 徒步过来的 是 人数一换一 哎 不过DDT本来就没什么人 啊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这小左掉的有点可惜了 呃 小左今天可以冲击900淘汰了 他不要忘记这个事情 呃 那也就是说Pero如果说后续 哪怕名思很前 跟小左的个人淘汰 他就是来扔雷的 考验雷击的时候到了 你这么远 他刚跑了一半又回去了 我估计是有人架他 啊 他这个盼 好 牛海皮也会从北部过来 牛海皮这里先发现了 GFY的三人组 那其实如果说打起来的话 GFY反而三人组会被包在中间 哎呦 这波是 GFY在被对倒的一个情况下 牛海皮往前摸了 肯定冲了呀 这种 你至少要把分数拿了 分数只要补掉的话 牛海皮就不会再追究了 对 牛海皮还是要排一下点 嗯 在山地站的 那先看打出来什么编制吧 万一是满片出来呢 打一个 一个大侧身 一换一 把东西打掉 冰冰打两个 打第二个 是的 冰冰继续往前提 南南和冰冰 ACG最后一个人应该是 马卡巴卡这个过点很长 对 因为他刚才自导过人 所以他信息很明确 可Rosa的爆发力直接让ACG顶不住 防止有人补人头 赶紧扶 封烟扶 那这样稍微好一点了 就之前 贴啊 半贴 等于是 以对手的枪性来被自己做影 南南去的方向不是很好 17跟FYM最终还是先打起来 那给了XLG很大的空间 南南这边还是被埋掉了 是的 另外一边龙终权是击倒了封锋 翔路从背后出手 是的 打了FYM屁股 FYM要过来 FYM的信息漏的有点多了 主要两边都在开箱 他们必须被迫暴露自己的信息 是的 天霸也想上 天霸想冲这个 那FYM两个人其实也比较隐蔽 看往哪方向撤了 这边尾神是先击倒了一个ARIS 17在往前冲 哇 特别 这里是把刚刚过来周品炎给放倒了 周品炎是一个人顶在前面 没有队友给他打掩护的 是的 FYM位置确实太差了 而且他后撤的方向 刚好也是被New Happy给看到了 是的 想录Gaming的话 应该也不太好进圈 New Happy在旁边已经等着了 FYM继续往前推进继续往前冲 FYM被背后的天霸打了 这真的太复杂了 是的 各个队伍要么滑稽 对 小北一直没露 冥冥先放到圈外一个 拿到分数的同时 还活了下来 是的 FYM一直在被天露狂卡 知道 知道下是库有人 那17现在回不来了 打一个 可惜了 这波其实二打一的话 本来这个胜率就比较高 小北打一个的话 以为有机会能够逆转 对 17在前面也被滞留住了 天霸这个信息好清晰 是的 判断非常的准确 那还能进圈吗 还保 天霸还保留了一次可以劝架的机会 我觉得进圈可能很难 但是架可以劝 GFY 最后被天露给灭队 天露是真正的TSC之魂 正统TSC 正统TSC 看一下小五这颗 好像NewHappy已经是拉得很远了 已经撤了 撤了一点 对面东西好多 另外一边天霸区的方向和咱们预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他要从蓝圈里从那个房区里出来 然后TMA他离白圈更近嘛 所以他肯定架蓝圈边就跑不出来 他没选择从沼泽里面走 他只能从TMA那个小时空能架到的方向走 那就很危险 看Payro这里接架 跟XCG XCG现在人员折损有点严重 哦 坦克昨天状态很好了 战胜马第一位 呃 架不住人多啊 也是 一前一后两杆枪线 对主要是期待太高了 是 但Payro现在还有竞选压力 KRG来了 KRG来了三个 来了一波主力小队 人员全部根除 哎 TMA要来真的了 TMA去New Happy那个方向了 过点好像已经被盖住 被烟盖住 另外一边 KRG这两颗雷很有效率啊 是的 只有长龙可以操作吧 嗯 操作三个人 他这个位置 i7也出来了 呃 这位置没什么操作空间啊 是的 活动范围太窄了主要是 长龙还没有出枪啊 嗯 但KRG大概知道它的方向啊 不会就这几个地方 i7越来越近了 发现了 不是哪边 小圈这边看了一下之后 啊 最后还是星星拿到这个分数吗 是的 因为i7出来了 i7就花了一点时间腿过来的 是的 那现在腿回去 DT是在抽 三个人一直玩到现在 是啊 天鹿他贴了那个坡以后 就身就是 直接就说明 sms将他头上当大哥 嗯 谁也贴不了他 他还能卡别人 对 同时TMA作为 应该在养老院啊 是编制加上时间 都是活得最舒服的 对 Cobra这个位置扶不了 TMA其他两个人在北边被发现了 扶不起来了 先到前面那棵树 哇 这个雪一下子Cobra 刚走两步就是空雪 但把妹妹对下来了 妹妹那边丧失了TMA这两个 两个人的视野 这 不好走啊 i7派了两个人到全面 专门来找你 进不来 其实我觉得Cobra那个 确实没必要扶了 他这扶起来真不好走呀 等一个协同了呀 这个雷是不是拽着惹急了 来嘛 这雷因为要扔远啊 对 你看 因为要扔远 因为他距离远 主要还是效率高啊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天路 真的没有想过他左侧来人 没给机会 最后10秒钟的时间 QTB也再次支援到正面战场 那这个时候 KIG也不用着急去进货SMS 露露偷掉一个人之后 并没有补掉 这部SMS还可以保持满边 是的 这很好的一个信号 还别说这个圈载具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盘点一下 I7是有车的 刚才SMS也是有车 I7倒一个 妹妹服不了 小露露在蓝白之间架枪 近点贴了两个人 SMS从北部想要尝试去贴DT DT现在三个人忙不过来 恨不得有三头六 就一直在做保镖 如果他是一波侧线出手的话 真的是能缓解DT压力的 他出手了 而且有一把枪已经拉到顶坡了 那把枪我觉得对SMS压力非常大 就是波菜这个位置 常是出手 DT 刚好抓到一个破绽 打两个就补了一个 并且还击倒一个 这DT始终就跟你保持一定距离 就I7他也保持一定距离 KI也保持一定距离 就是让两个都很着急 但是I7脸上的人倒了 I7这个真该往里 检验里面I7已经给烟了 小灰灰和妹妹都已经进去了 这个楼是上来了 那进来之后 I7的这个胜率 我觉得直线上升 是的 他房子里面放了两个人 外面有两个人 男生女生向前冲 就是我刚才说的 SMS一旦倒人 第一关掉两个 他被包围了 他进了这个房子之后 外围被I7控制之后 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真的 头线卡住 考约倒 现在SMS只剩7步1人 是的 做的其实就是冷静 防守 2-tap也倒了 那K2就只剩最后一个贴房的菠菜 菠菜和宁家的一对一 现在场上就是一个满边和一堆独狼 这个灵性伏地 规避着一点枪剑 还有一个打药的机会 但是呢 他的对手的独狼 不能帮他牵制四个人的话 四打一了 其实肯定吃不着了 七五五 已经是第二了 已经是第二了 我觉得